监狱里来了一位特殊的犯人 他不仅当着狱警的面前小便 还有人专门伺候着洗漱 甚至穿鞋这种小事也有人抢 最后在狱警毕恭毕敬下戴上了手铐 他就是当时天津市最大的黑帮 近海帮的帮主白鬼 今天他将要面临一场审讯 对方是号称以报之报 破案率极高的方靖成 对于生性高傲的白鬼来说 这种没脑子的警察压根就不配审讯自己 唯有和全天津市破案率最高的柯成对峙 这种近乎不要命的狠人 方靖成也没了脾气 警局局长孙满堂听说后 以为他又在刑讯逼供 于是便把他撤下换柯成上去 和方靖成相比 柯成没有任何威胁或者言语上的攻击 而是一直保持着沉稳干练 不骄不躁的状态 游刃有余地和白鬼唇枪舌战 高手对招让他赞不绝口 柯成办案从不打无准备之掌 随即就直击他内心薄弱点 江湖上有个传言 说靖海帮真正厉害的 不是你老白 而是你媳妇 所有的买卖 从策划到实施 都是你媳妇一手包办 一个弱女子 有这么大的能耐 你信吗 你怕你媳妇吗 我怕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不是一般的怕 你是怕的要命 你媳妇太了不得了 帮你上伤下下都对他培伏得五体套地 什么事情都是他说了算 没有几个人把你弄白放在眼 你活得真别屈 你拿这些道听 如说普通捉眼 是瞎听瞎琢磨 你能定我的罪了 白鬼刚刚的微表情 全部落在柯成眼里 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当即就把案综合上结束了谈话 这一莫名举动 不光白鬼看不懂了 甚至一旁的宿记员也摸不着头脑 因为柯成在整理思路的时候发现 白鬼之所以想见自己 就是想要在他这里套话 看看警局到底了解了 静海邦多少事情 所以刚刚白鬼弱点 是对方故意表露出来的 微表情也是对方故意装出来的 与此同时 白鬼的老婆 静海邦真正的幕后掌舵人 来到了监狱探监 出众的长相 恶魔的身材 走路时那种自带气场的风韵 让许久没见过女人的犯人们垂涎三尺 但即使这样优雅的女人 还是得按照监狱规定搜身 轻点 人家怕痒痒 别废话 忍着 你们能快点吗 这太冷了 哪能有事 这次他进来探监 是因为他和老白 要在监狱庆祝结婚纪念 面对这种外表 看起来骚气十足 实则心狠手辣的女老大 柯成不敢丝毫懈怠 仔细检查了她的那本新书 并让她自己尝了尝 自己带的蛋糕 这本书你要带着去 我怕老白一个人在里面太闷 顺便给她看看 姐姐妹 两人见面就像许久未见的恋人 彼此诉说着相思之苦 那种火辣辣的小词 不光预警有点受不了 就连柯成也得退避三舍 可越是美好的景象 越是暗藏杀鸡 他先是让白鬼吃了一口蛋糕 随后转身擦了擦手指 拿起桌上的新书 把它卷了起来 最后抚摸了一下对方的脸 做了最后道别 多吃点了 我一定多吃 一定多吃 预警也没有想到 自从这个女黑帮老大进来 就对齐千房万房层层搜身 最后竟然用了一本不起眼的破书 就给了丈夫一纸封喉 这个举动无疑是对警方和预警的最大挑衅 可他却有恃无恐 因为他早已安排好了一切 就在他被警方控制的时候 他的手下已经来到天津最大的金门饭店 戴着面具劫持了很多大鼻子 只要他这边有意外 到时就会有很多人陪葬 要知道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天津 自打清朝皇帝被推翻以后 先后换了十五任总统 因此这里聚集了各方势力 先后有了九国租界 大鼻子势力最为庞大 如果他们的人真出点意外 到时警察局吃不了也得兜着走 孙满堂作为局长一连接到各国领事馆电话 逼着他无论如何要确保人质安全 事关自己试图孙满堂哪敢怠门 立刻赶往监狱 此时柯臣得到消息后 马上征用了一部电话 想要布置抓捕任务 没想到电话刚刚接通 后边有人描上了自己 因为他刚从监狱出来就被人盯上 幸好他反应及时没被杀手得逞 摆脱了杀手 他又开车想要前往警局 没想到路上又有人想要拦路 由于车速过快躲闪不太及时 最终撞向一旁才把车停住 最后他只能被逼来到金门饭店和绑匪谈判 他这边好不容易争取了二十分钟 没想到监狱长受局长的命令已经把人放了 但他出来的时候 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达康书记 出来后的白柳就给饭店打去了电话 让手下在老地方捡 然后又玩了一手金蝉脱壳 他事先准备了一个和自己打扮差不多的女人 把劈在身上的雕护环 然后再分开逃向法租界 以此引开警察追捕 当柯臣赶回监狱的时候 得知白柳已经被局长放了差点骂娘 但老谋深算的柯臣 怎么可能会让白柳轻易逃走 于是便让眷丘集合周围所有在岛人员 势必要把人拦在法租界外 白柳通往法租界方向去了 立刻全部接口不扣 把他往威廉二道居民区方向 务必在他进入法租界之前把他紧过 立刻行动 因为通往法租界方向只有一个 再加上收到任务的在情人员数量庞大 每个人就像一台台行走的摄像头一样 很快就把人锁定在了胡同内 不得不说一句白柳这身材真棒 眼看着出路已经被递 白柳还想做最后挣扎 直到柯臣驱车赶来 把他最后逃跑路线堵死 事后由于柯臣出色的指挥 孙局长当众对其做了口头嘉奖 但凭借柯臣的直举 总觉得孙局哪里不对 但他并未表露出来 正如他所想的一样 到了晚上他就暗地里联系了 进海邦的马广田 而白柳为什么要杀白骨 绝对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 白柳到底想要掩盖什么 现在还尚未可知 孙满堂表面身份是天津市警局局长 平日里吃大锅饭与众警员打成一片 私下去吃着山珍海味 和重商界大佬称兄道弟 上周我在马头上囤积了一批棉纱 这都怪我贪小便宜吃大亏 这抽检不合格 纺织炒不要 什么砸手里 宇仁兄 你看这事能不能帮上季臣兄 还真是巧了 都军府刚招了新兵 厨一批正好需要免杀做自己的 等我回去吧 大哥你放心 天津市最大的黑帮更是他手中的利人 私下为他扫清了很多障碍 而黑帮老大白柳竟然在监狱当众杀人 为了救出白柳 他不惜和日本人合作 伪造另外一个身份为其开脱罪子 可刘成还没走完 却不想白柳手下救人心切 竟然当众射杀高级督察科尘 致使其差点丢了性命 孙满堂让手下通知静海帮二当家 如果再私自行动严惩不待 随后便去了上海出差 二当家马广田以为上边不救人了 于是便拿了一袋子金条 想要贿赂监狱长 给他们几人行个方便 这种掉脑袋的事情 监狱长又不是傻子 当即就给拒了 没想到对方竟然以老婆和孩子相邀请 逼着他不得不合作 当天夜里白柳穿戴整齐 在监狱内翩翩起舞 而他手下则是带着监狱长 化妆成御警来到了监狱门外 监狱长借口要拿钥匙让妻等他一会儿 可过了五分钟迟迟没有动静 他这时才察觉到了一丝不对 就在众人下车的时候 没想到监狱探照灯大亮 方静诚带着众警察把他们团团围住 这下好了 警察连拉人的油都省了 这下白柳没有了翩翩起舞的心情 原来黑帮想要劫狱 科尘在他中枪的时候就已经猜到 于是便借着自己中枪 故意让静海帮放松警惕 可接下来在调查白柳的时候 科尘有了重大发现 他之所以这些年顺风顺水肆意妄为 是因为他后边站着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 听说还早就生下了一位私生女 而且白鬼生前也在调查 还查到了一丝眉目 科尘认为白鬼之死一定和此事有关 而这个私生女晶晶很快就浮出了水面 虽然年龄稍小 但乍眼一看就是美人披子 于是便被富二代胡玉成看住 但晶晶却对其并不感冒 于是胡玉成的母亲得知消息后 在第二天在他放学回家的路上 就悄悄把人给绑回了家里 丢失了几天时间 晶晶养父养母选择了报警 项羽来到家里了解情况 无意间一本旧书当中发现了一张照片 那是白柳和晶晶的合照 于是便把这关键信息及时告诉给了科尘 科尘还想再去晶晶家里了解情况 却不想看见两人正好拿着箱子要出门 细问之下才得知 胡玉成竟然给晶家送来洗铁 邀请二人去保底参加婚礼 科尘先是安抚住了两人 然后来到了监狱再次提审白柳 当他得知晶晶被人绑架 作为母亲的他瞬间情绪失控 并称如果这次帮他救人 可以告诉科尘一个天大的秘密 这更加证实了白鬼之死 一定是查到了晶晶的身世 所以白柳才会对他起了杀心 此时胡玉成家里 裸骨喧天鞭炮齐鸣 随着科尘把白柳带到了现场 一切变得更加热闹 刚刚打开白柳的手铐 他就迫不及待冲了进去 就在两位新人要入洞房的时候 幸好被白柳及时拦下 胡玉成的母亲 竟然认为是白柳不懂事 搅乱了两位新人的好事 只要我一句话 青海帮能将你们胡椒满门灭口 看着这么强势的女人 她也没了此心 可就在掀开盖头的时候发现 新娘子竟然不是晶晶 原来胡玉成这些天对晶晶非常好 她虽然不吃母亲的做法 但也是为了自己 于是便对晶晶百般呵护 甚至同意让晶晶给家里发去情敌 而胡玉成的母亲 为了能够让其嫁给人家 好尽快抱上孙子 怕她不从 于是便在饭菜里下了安眠样 等拜完堂之后再把人换回来 从礼物听见外面吵闹 晶晶这才醒了过来 当白柳看见女儿的时候 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下来 因为胡玉成在这几天当中 对自己确实非常不足 所以她并未追究他们家的责任 虽然这次有惊无险地躲了过去 却没想到因为学校霸凌 晶晶失去了生命 而起因竟然是女孩太优秀了 晶晶是学校考试前三的学生 因为长相出众 性格温和 遭到其他同学的嫉妒 声称她的成绩 是和南开大学的男生搞暧昧得来的 甚至老师都她们的不分青红皂白 晶晶的成绩一直都不错 完全符合要求 为什么把她提出 王老师 那是在以前 你看看现在 学校里面到处都是她的传闻 你不会没听说吧 那些个风言风语 不听也罢 事出必有因 晶晶的事 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像她这样的人 如果也能凭上优秀学生 那对我们的学校 肯定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很快她的事迹就在学校传开 更被校霸薛宝妮注意到 因为她的父亲是出了名的商人 更是学校的校童 每年都会往学校捐赠不少大洋 所以她凭借家事 可以在学校横行无阻 甚至老师都不敢惹她 谁叫学校老师都是她爹样的 正处于叛逆七的她 七个不服八个不分 为了彰显自己能力 故意找了几个社会编角料 劫住并恐吓她 这还不算完 有人给晶晶记信的时候 在自己手里还没误热 就被校霸四人组抢走 甚至当着同学的面前朗读起来 懵懂七的女孩 哪里受到了这个 但也只是想要把性抢回 没想到对方不仅不给 而且还互相传递着看 最过分的是几人看完之后 当着她的面前 直接将她撕碎 虽然恼怒 但她对待生活的态度 还是非常积极 每天看着种的花灼壮成长起来 还是不由地对未来充满信心 直到学校举办文艺会演 邀请了品学兼优的 晶晶上台朗诵 没想到薛宝妮四人组 还在台下羞辱她 班主任碍于薛宝妮等人的身份 也只敢让他们小声一点 并未大声斥责 这更加加剧了几人嚣张气焰 只要晶晶在台上朗读一句 他们就在下面捣乱一句 有几个好人能忍受这种遭遇 晶晶实在受不了就跑了出去 没想到校霸四人组还不肯放过她 竟然在楼道内堵住了她 并要当众扒了她的衣服 就这样晶晶惨死在了校霸手中 这起恶性事件立刻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避探长向柯成汇报的事件结果 虽然身上有部分瘀青 出事之前衣服也有被拉扯的痕迹 足以证明生前遭受过虐打 但这些都只是轻微伤不足以致死 再加上校方提供的证词 是几人在窗台打赌不小心失足坠楼 但她知道柯成没有那么好护弄 于是便直白地跟大家交代 现在学校内部已经说了 如果谁出来作证 就把谁影响校风为由开掉 并且薛宝妮的父亲背景深厚 是天津小有名气的资本家 每年向学校捐一大笔钱 说白了就是校长的工资 都是薛宝妮她跌发的 她不可能会让人站出来作证 她作为主办案人一点办法没有 而且即使她想要提审都没办法 因为校方以保护未成年精神为由拒绝 眼看在她这里没有任何突破 柯成就带向宇直接来找校长理论 可没想到对方早就想好了说辞 一口咬定就是津津不慎坠楼身亡 而且学校是在法租界 根本不在柯成的管辖范围 最重要的是经过这次事件 薛宝妮的父亲为学校出了三千块 成立一个奖学金 想要以此息事宁愿 但柯成怎么可能会放过这类园渣 任谁也没有想到 这么简单明了的校园霸凌事件 取证竟然这么举步为鉴 先是探长想要提审嫌疑人 校方却以保护未成年精神状态为由拒绝 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同学敢站出来作证 而校方给出的理由更加大跌眼镜 说是几个同学嬉戏打闹 女孩不慎跌入楼下才导致的坠楼身亡 仿佛事件的背后有一只无形的大船 在操控着一切 当柯成代人想在校长这里了解情况的时候才发现 这背后的一切原来是占着资本 这个薛宝妮同学的父亲 薛宁晨是我们光华女中的校园 他每年为学校出资六百大养 刚刚学校中又捐出了三千元 打算成立一个以金晶同学为名义的基金 以此激励光华学子 奋发独奖 呃 此举深得全校师生英诞 我也不能过这个面子了 他这样都是为了连女儿赎罪 君子成人之美 薛宏妮也是一分正经 为人师表的校长能给出这样的答案 我他们的隔着屏幕都想抽他 但现实就是现实 即便朝代换了 可世道还是那个世道 柯成难以想象 如果津津的母亲知道后 他唯一活着的希望破灭 会做出些什么疯狂举 当柯成来到监狱 把最近发生的事情说完之后 白柳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歇斯底里 反而表现得异常冷静 而且是冷静的可怕 他只交代了一句 想要一些晶晶生前的一些物件留作纪念 然后便和手下大燕说了这么一句 学学种花啥的 多种点 亲亲爱花 这是一句暗影 意思就是灭他们满门 简简单单的一句交代 包含了这个母亲对女儿所有的爱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柯成竟然安插了眼线 所以大燕在外边虽然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 可他却被24小时严防监控了起来 即使想要传递信息也没有任何记录 几天之后 学校为了名正言顺把校董的款项洗牌 特意为晶晶举办了一场追悼会 然后借此借口成立一个基金 在会上校长慷慨激昂的演讲 诉说着晶晶生前种种事迹 而且竟然当众感谢了薛宝妮的父亲 感谢她的慷慨解囊 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 以告慰晶晶的亡灵 在座师生 各界名流 谁心里不清楚 但是没有办法 谁让他们是规矩的缔造者呢 于是便想说出真相 却遭到教导主任的强烈反对 这时晶晶养父母立刻站出来呼吁 想为死去的晶晶讨个公道 警局的人没有证据 也只能加入到声讨中去 随之而来的是大部分人都站了起来 眼见事态转瞬之间发生转变 大部分都开始站在资本方的对立面 在舆论压力之下 四个女孩只能妥协 最终被逼无奈之下 只好承认是几人所谓 并生情并茂地承认了错误 他们勇敢承认错误的举动 立刻感染了在座很多人 纷纷起身为他们能站出来 承认错误而鼓掌 而校长和教导处主任 当即就被校总免职 晶晶的坠楼身亡事件 终于得到沉渊昭雪 向羽一时头脑发热 来到监狱通知白脸 说明大燕并没有按照他的要求行动 已经被他们的人监控了起来 并且晶晶已经沉渊昭雪 安慰白柳不要大开杀截 因为这不是晶晶想要看到的结果 殊不知她的好心之举 真的是把白柳害了 听到这些消息的白柳彻底失控 她想要挣脱枷锁 却又被撞得头破血流 无奈之下只能亮出最后的底牌 大声嚷嚷着要见警察局局长孙满堂 为名做主的警察局局长 暗地里却培养情人为自己清除异己 当她得知自己的亲生女儿死于校园暴力 让她为孩子报仇的时候 孙满堂却意外地退步 因为在她利益制上的认知当中 既然人已经死了 就没必要再大动干戈地去找对方麻烦 而且对方身份也不简单 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不是她的做事准则 白柳看出了她的想法 当即就要和她翻脸 孙满堂 你真是想我死吗 这都是报应 我为你干了这么多兄弟海里的血皮 这报应都报应了在了晶晶的身上 我给你 白柳情急之下 不仅要对她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 而且还涉及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那就是16年前一艘游轮爆炸 导致全船上下一百多人全部遇难 孙满堂绝不允许自己苦苦经营半辈子心血 毁在一个女人手中 于是便直接拧断了白柳的脖子 确认断气之后 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将白柳尸体重重摔在墙上 造成她接受不了女儿死亡逝世自杀的表象 做完这些她又蹲下对着尸体做了最后的唱歌 然后才把狱警叫来收拾尸体 等柯成赶到监狱的时候 人已经彻底凉透了 她想询问一下情况 可孙满堂还没想好怎么说 只是丢下一句明天再说 然后便转身离开了现场 但里面的猫腻 凭借柯成办案多年的经验又怎么可能相信 而孙满堂并未回家 把她的亲信张家训拉到了江边 白柳的死 第二天靖海邦的二当家就会知道 到时她就会咬出中间传信的张家训 而凭借柯成的手段 很快顺藤摸瓜就会查出自己 她今晚必须解决这个后顾之忧 第二天民众发现尸体报案 从现场侦查来看 张家训是死于自杀 柯成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现场 然后马上提审了靖海邦二当家马广田 根据她的交代 张家训一直帮她们传话 上面的大人物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包括白柳生前也是听她指挥 而后边站着的是哪位大人物 白柳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她并不知道 柯成和孙满堂的见面并未在办公室内 而是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柯成认定张家训是死于被人灭口 而孙满堂却顾左右而言她 此时柯成半开玩笑地做个假设 那就是后边站着的大人物 假设是他们这个局长 那么一切也都解释得通了 白柳私下为孙满堂清扫各种政敌障碍 然后通过手中权力大肆敛财 白柳不想影响晶晶生活 于是在她很小的时候 就把她寄养到了别人家里 晶晶的存在孙满堂并不知情 而当她把事情真相告诉她的时候发现 孙满堂根本就没有想要报仇的打算 于是白柳便想和她鱼死往迫 最终惨死在了孙满堂的手中 听到柯成的话 孙满堂只是轻蔑一笑 这时就显示出了她的老辣 从她面部表情上看不出有任何的波澜 她只是声称白柳想让她为晶晶报仇 被她拒绝之后 竟然一时想不开就撞墙自杀了 她的表述看似一切都承认了 但细细琢磨却又一切都未承认 就这样两人在平静中完成了对话 事后柯成去找了老友叶半龙 把刚才整个事情的经过简单描述了一遍 原来柯成早就知道孙满堂不是什么好脑 之所以一直潜伏在她身边 就是想要调查出十几年前那桩旧案 想为死去的一百多人报仇 叶半龙知道孙满堂心狠手辣 十五年来利用靖海邦千方百计敛财 今后一定会有更大的动力 所以她提醒柯成往后更要加倍小心才行 可生活还得继续 几日之后她就在警局收到了一份礼物 木箱里竟然装着一颗头颅 而凶手却是最不起眼的她 白天她是维护治安的巡警 到了晚上她就化身成了青道夫 建军官刚喝完酒落单 没有反抗能力 她就上去将其打晕 然后扛着对方来到小鹤旁边 去往了自己秘密基地 第二天一早她找了一个车夫 将装有人头的木箱送到了警局 然后她在警局旁边的电话亭打了一通电话 当柯成看见木箱的时候 已经由内向外开始渗血 明显尸体有人做了特殊处理 到了警局之后才开始留的 没等柯成打开确认的时候 一群记者蜂窝式地堵住了门口 柯成赶紧合上木箱 这时警局电话响起 声称要找金门记者 柯成猜测这是凶手 于是他便接起了电话 柯成料下电话 刚才隐隐约约听到了那边的嘈杂声 他怀疑凶手就在附近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已经走了 大批记者追问其缘由 局长孙满堂只能站出来解位 并承诺会尽快查明真相 事后法医对人头进行了尸检发现 男性32到42岁之间 因为死者面部全部被捂 牙齿也全部被拔光 完全分辨不出其身份 但凶手还是忽略了一个细节 对 这颗牙齿是之前就拔掉的 因为它的伤口和其他的伤口 完全不一样 此事件影响极其恶劣 凶手这种不光是在挑衅柯成 更是没把天津市警局放在眼里 这是想要让老百姓戳他们的几两骨 所以孙满堂最大限度支持柯成 尽快破案 可是单凭少了一颗牙 根本就无从下手 就在这时凶手萧德胜看柯成迟迟没有动静 他又添了一把火 找来两个燃烧瓶 直接扔进了局长家的院里 另一名督察在走路时 用花盆将其砸伤 以此来督促柯成尽快找出被害人身份 而就是因为他的督促 柯成推理出了他的真实意图 那就是借着和柯成过招 来打天津市警界的脸 以此来表现自己 这就好比拍一部电影 里面的主角就是凶手 观众及民众 为了表现出主角光环 他不能气凌弱小 不能滥杀无辜 所以凶手势必会找一些知名人士 或者最大恶极的人来彰显自己是正义的一面 顺着这个思路 如果凶手从林县或者鸡脚嘎拉找来这么一个角色 在天津市就不会有什么轰动 观众也就不会去喝彩了 所以柯成认为被害人是本地小有名气 或者是长期活跃在天津市的人 而柯成接下来只做了一招 就让凶手有点坐不住了 他让助手按照死者的体貌特征 在天津本地发布一个寻找失踪人口的公告 柯成相信不出三天就会知道被害人身份 果然第二天肖德胜见到报纸 就把电话打到了日报社这里询问情况 陈记者 我是跟柯成送你箱的一个人 有一件事 希望你能够如实相当 跟您说 贵报的头本头条 刊登了市局的一则公告 其他报纸也都刊登 而且一字不长 我就是想问 这个公告是市局统一给的 正如柯成预料的一样 肖德胜不相信也不确定 为什么警察说死者一定是天津市内的 这是他精心策划用事颇多的开场戏 一心想博得一个满堂彩 如果是这样的话 众目睽睽之下丢人现眼的就是自己 他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 骨子里是不相信柯成能够查到真相的 所以无论真假他都必须要弄清虚实 当他得知凶手给报社打播电话询问之后 他立刻让人锁定了警局周围的电话亭 凶手一定会再来打探消息 果然不出所料 此时的肖德胜已经来到了警局附近的报庭 然后买了一份报纸 当他刚找好地方坐下的时候发现 周围出现了大批便衣警察 甚至角楼上也有狙击手的埋伏 便衣也发现了他的异常 就在刚汇报完准备击拿时 人一眨眼的功夫还是跑了 但他却大概记住了对方年龄和体貌特征 另一位助手根据便衣同事的描述 找人画出了嫌疑人的模拟像 而且眷秋也从死者牙齿留下的线索 查到最近失踪的天津市十二旅少校副参谋长段玉贵 完全符合被害者的特征 任谁也没有想到 平日和孩子们打成一片的巡警 私底下却是个杀人恶魔 这次又描向了一个平日里贩卖烟土的老板刘发旺 他先是假装给对方打去电话 谎称和他谈谈烟土生意 求之不得的他收拾好东西 就要前往约定地点 没想到在半路就被骑打晕过去 第二天清晨 肖德胜就骑着自行车 就把装有人头的木箱再次放到警局门口 然后打电话给记者爆料 得到消息的柯成马上调动警局 封锁附近每一个路口 肖德胜本打算骑车离开 却不想还是被堵在巷子里 正巧有人路过时 他把竹竿弄倒砸向对方 以此吸引警察注意 趁着这个空挡他骑车从警察身边路过 就在他准备脱身时 却不想还是被柯成碰上 于是两人便开始了角逐 由于肖德胜有交通工具 在腿脚上更胜一筹 柯成很难追上 但路过路口 还是没躲闪及时被汽车撞倒 所幸没有伤及要害 两人在街上又开始挽起了猫捉老鼠的戏码 肖德胜凭借对地形了解的优势 再加上伸手了得 穿梭在闹市街区如履平地 随后他又跑进小巷 柯成与他也只是紧紧几步之遥 眼看双面夹击 肖德胜只好又跳到房顶 然后趁其不备又跳了下去 等警察赶到的时候 人再一次逃之夭夭 第二天柯成找到好朋友子萱 因为对方是美术老师 在画画方面有很高的造语 所以柯成想要他帮忙画像 殊不知远处的肖德胜一直在看着两人 因为他也是子萱的学生 画画是肖德胜的业余爱好 很快子萱就把死者的画像描绘了出来 第二天登报 果然证实了死者身份 通过查阅大量资料 被害的两人在12年前 共同参与了奉天一件特大的入室抢劫案 当时张作霖震怒 下令全程搜捕抓住立刻枪决 没想到两个月之后 张作霖被日本人偷袭的时候 段玉贵竟然出手相救 张作霖因此特赦了他 但只有这一次交集再无其他 柯成正式推测 十有八九他是这件事的幸存者 和他猜测的一样 当时萧德胜很小 正在家里和父母蒙眼躲猫猫 这时两人闯进家里 干净利落地就将他的父母杀害 因为他当时躲进了桌角下并未被发现 以至于幸免于难 于是便随着舅舅来到了天津 可好景不长 不知什么原因 他的舅舅舅妈不久后也去世了 就剩下了他自己一人 从那时起他就立誓要为父母报仇 同时也感叹这个世道的不公 几天之后 柯成为了引蛇出洞 特意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对外公布了案件的最新进展 并故意说凶手就是几年前的 入室杀人的幸存者 很快这起恶性事件就会被侦破 而柯成就是在赌萧德胜 一定会参加这次发布会 他在赌萧德胜是个自负的人 果然柯成的话题成功引出了萧德胜 他认为凭借自己的能力 柯成就只是吹一吹牛逼 离抓住自己差得远了 甚至连自己长相都不清楚 柯成在台上一边讲话 一边观察着底下人的动向 这时一人有一场举动 周围警察立刻采取行动 所有人都跟着恐慌的时候 唯独萧德胜异常平静 这立刻引起了柯成注意 他知道这人很有可能就是萧德胜 于是便开始了追赶 上一次就在自己眼皮底下逃脱 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将其放掉 但可惜的是 当他追到一处院子里的时候 发现人再一次被他追丢了 就在他四处寻找时 一支枪抵在了他的脖子上 你说的不伤害 我说了 这是个游戏 游戏就有始有终 这才刚刚开始 若微窝米全部复工 就凭你们记得 想抓我 除非我自首 要不然就是个笑话 别动 很好奇我是谁对我 别冲动 冲动会让你流掉性 男人怎么也不会想到 女朋友在自己面前 一副矜持的样子 私下却可以为了艺术而现身 把自己当成人体模特 被所有人看得精光 萧德胜看到后当即暴怒 萧德胜 萧德胜 你这是干什么 我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我告诉你 谁在那花图我剁起手 萧德胜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给我出去 萧德胜虽然恼火 可还是没舍得在女友身上撒气 别人那就没那么幸运 晚上来到军法处的门口 开枪打死了两名守卫 因为他们被地里逼梁为仓 第二天又直接炸毁了法院 因为里面审判了一个无辜的妇女 今天他又把目标 描向了中饱私囊的巡警队长 可就在他刚要动手时 没想到正好出来两名同事 最近发生的事情 让萧德胜有种不好的预感 于是便萌生了想要离开一阵的想法 而事实确实如此 作为警探的柯臣 无时无刻地在咬着他不放 根据以往的两次交手 他发现此人不管是伸手 还是反侦察能力 都是经过特殊训练过的 而这两种技能又能有机会 运用到实践中来 除了职业杀手之外 就只有警察这个行业 如果作为职业杀手 除非脑子有病 否则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地 去挑衅警察 而且也不符合他对 凶手人物性格特点的分析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这个凶手的身份是名警察 从他逃跑时 对周围地形如此熟悉来看 很有可能是名巡警 而巡警一般都是出自警察传习所 而不是高等警官学校 所以接下来的工作 只要调取出传习所 32到40岁之间 年龄阶段的档案一定有所收获 果不其然 经过一系列筛查 两名巡警档案就摆在了他们面前 接下来只要找到二人 押回来询问一下就能真相大摆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肖德胜的住所是一间废旧仓库 此时肖德胜本想打算离开天津市一阵 没想到就在他准备收拾东西时 柯成等人已经来到了门口 他听到动静 先是用后视镜查看了一下外边情况 然后拿起背包从后窗户跳出 利用事先备好的自行车离开了仓库 骑到河边 他把自行车放到船上 然后悄无声息地划船而去 等柯成赶到河边的时候 只留下了肖德胜的背影 而警员们很快在后院子里 挖出了段玉贵和刘发旺的尸体 这下算是证据确凿 他猜测肖德胜身份暴露之后 一定会在短期之内离开天津 为了阻止他离开 柯成发布了一条新闻 并挂上了头版头条 意思是说肖德胜杀人如麻 毫无人性可言 打着维护正义的幌子 报自己的私仇 致他人家庭于不顾 就是个不负责任的幕府 肖德胜留下了 他不能这么无缘无故 背着骂名离开 他要为自己证明 因为在他心里 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义之举 凭什么恶人逃过了法律制裁 就是无罪 自己为父母报仇 就是杀人如麻毫无人性 难道法律是 评判人的好坏唯一标准吗 所以他选择留下 证明自己的做法 没有任何问题 世上需要他这样的人存在 反倒是科尘代表法律 一副虚人假意的嘴脸 男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身上榜上炸药 说出这样的话来 法庭解决不了任何事情 我父母的两条命 谁来找 你们这些穿官衣的 能回答我吗 是法律能回答 还是法庭能回答 还是天能回答 半小时以前 萧德胜劫持了方云 并将他带到了 关注度最高的金门日报社 今天他要和科尘来一场辩论 警员得知消息后全体出动 为了以防万一 孙满堂甚至动用了当地武装 他们鹤枪实弹把报社团团为主 而这正是萧德胜所希望的 场面越大关注度越高 他当场质问科尘 凭什么说自己滥杀无辜毫无人性 他所杀的每一个都是该死之人 科尘让他应该相信法律 他们的恶行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而不是动用私刑 以以报之报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萧德胜没有审判人的权利 其他人同样没有 谁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如果人人以萧德胜作为榜样 那么这个社会的秩序何在 既然科尘谈法律谈秩序 萧德胜冷笑地质问他 当年杀害自己父母的两个凶手 因为找了关系被判无罪 那时候谁替一个举目无亲的五岁孩子 想过这些年过去了 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反而更加无恶不作 这个脸应该找谁说去 是去找法律还是去找秩序 现在通过自己努力报了仇 反而让科尘登报一顿臭骂 说自己滥杀无辜毫无人形 正所谓为遭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凭什么你可以站在道德最高点去指责别人 而科尘当然有自己的理由 就拿第一个被害人来说 他虽然该死 但是他死为一家老小十几口的人需要养活 现在兵荒马乱的年代 又有谁去为他们考虑 再退一步 如果萧德胜这种做法真的是对的 那么其他人如果效仿呢 万一报复错了人 导致弄出人命 这是不是滥杀无辜 如果都效仿他的做法 那些被冤死的家人又该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萧德胜想要起个好的表率 那么这个表率起得真的好吗 今天审的是你 萧德胜 当年判错的是你 你伤害那些不相干的人为你纠错弥补 还战正地有自理直气壮 难道这不是无耻吗 我要是无耻 就不会对当年的是耿耿于怀 当年耿耿于怀是小明达 他知道羞耻 他害怕 他恨自己 他崇敬敬业 乐业助人 敢担当 敢作敢为 你亏对 你亏对你的伯父 你在朝你父母的脸 我现在就打死你 可以打死我 但是你心里很清楚 我没有说错 这番话下来顿时让其无言以对 说白了就是因为眼睁睁看见父母 惨死在自己面前 心里这道砍死中过不去 所以萧德胜所谓的正义 其实就是借口 为自己为父母出一口恶气的借口 萧德胜认为柯晨就是站着说话不要头 其实不然 柯晨和他也有相似的经历 16年前父母被奸人所害 同时被害的还有一个当时8岁的亲妹妹 就算这样他也没有像他一样走入深渊 因为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回家吧 柯晨说的没错 萧德胜是该回家了 他先是环视了一下四周 然后一步步走向车底 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可他却对父母的死人就耿耿于怀 他还是不相信法律 更不相信法庭 萧德胜祝科成好运 祝赵子轩保重 最后开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最近看了一句特别耐人寻味的话 对于那种不在法律范围内制裁的恶人 真的就只能佛系的劝自己 人在做天在看 恶人自有天收 一定会遭报应这些想法吗 这个世界总在高歌真善美 对于恶人的惩治却总是不够 如果惩罚严重一些形成震慑 是不是就会对坏人有所解释